赵刚和宝丽联手追杀聂家兄妹,派狠毒阴险 一个把聂小宇逼到开车坠江,一个把聂宝华逼近深山老林 宝丽得意地以为聂小宇和三伙必死无疑,却不知他们都还活着 赵刚自负地以为聂宝华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却不知他的手下早已被收买 那个坑也是聂宝华提前为他挖好的 这是一场局中局,真正中计的不是聂宝华,而是赵刚 赵刚机关算尽,还是没斗过聂宝华,就这样被一击致命了 到尸体腐烂都不会被人发现 他也至死都不知,自己为何会败在聂宝华手上 一,赵刚用人不疑,聂宝华不用疑人每个黑老大身边都少不了一个心腹和一帮公为他的小弟 心腹是真正能办大事的,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把刀 小弟大都是用来给大哥撑牌面的,满足大哥的虚荣心,社会认同感,或是其他心理欲望 但也有一些小弟,那叫一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关键时刻还被对手用来反杀自己,这只能说是自己食人不准 就比如赵刚用的人,不管是为他放火的黄毛,还是帮他对付聂宝华的宝力,以及跟他一起追杀聂宝华的亲信,最后都成了最大的变数 赵刚本就是聂宝华的小弟,自己能力不足干不成大事,还不想仰仗他人鼻息,非要跟聂宝华对着干,拉帮结派,想要取而代之 所以赵刚才在胡子死后,勾搭走了聂宝华的情妇宝丽,挑拨宝丽和聂宝华的关系,想要利用宝丽套取聂宝华的信息 宝丽究竟有几斤几两,赵刚不清楚,但是聂宝华清楚 所以聂宝华故意透露他要去上海的消息,好让宝丽传话给赵刚 赵刚才中计来到山里的小路,偷袭聂宝华,最后落得个被杀被埋的惨败下场 赵刚还是太轻敌,太自负了,自以为很有人格魅力,手下都对他很忠心,真把自己当老大了 却不知,那些手下早已投奔了聂宝华,若非如此,还不至于被反杀 再看聂宝华,他用人就很有讲究,知道用人不疑不保险,他就不用疑人 三伙被提拔之前,刀哥是聂宝华最信任,最亲近的手下 他特别懂聂宝华,有些话,有些事,都不需要聂宝华多说 刀哥就能给他悄无声息解决掉 刀哥为了离间黄毛和赵刚的关系,好让黄毛指出放火的幕后指使者是赵刚 不惜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而黄毛呢,为了自己的命,轻而易举就能把赵刚出卖 多么强烈的对比,聂宝华的手下会为了他去死 赵刚的手下会为了活命背叛他 还有宝丽和陈浩瀚 赵刚是真的用人不疑啊 这对他自己而言并不是好事 自从宝丽给聂宝华戴绿帽子之日起 这个女人就已经变了 不管跟谁,随时都会反水 赵刚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陈浩瀚就更不用说 赵刚以为自己不计前嫌收买陈浩瀚 就真的能让他为己所用了 却不知陈浩瀚早已通风报信 把他要害聂宝华的计划透露给了魏国平 更有意思的是 陈浩瀚在赵刚死后去投奔聂宝华 聂宝华都不肯用他 聂宝华不用陈浩瀚 不是一位顾及陈山河和魏国平的面子 不想让陈浩瀚走上黑道 而是一位不放心 他怀疑陈浩瀚是魏国平派来的卧底 赵刚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陈浩瀚这样的混混 就算送上门来都不能要 二、赵刚只会用暴力 聂宝华却深安人性自古都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黑白两道都适用 高启强最是懂得这个道理 也把这招运用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安心帮他 老莫为他卖命 但是赵刚不懂得这个道理 还总跟懂这个道理的聂宝华对着干 就拿收购电机厂的事来说 聂宝华想要利用电机厂搞电子产品 生产销售一条龙 未来的收益不容小觑 再加上赵世杰搞房地产的谋划 怎么干都会发大财 然而聂宝华还在暗钉不动 赵刚就蠢蠢欲动了 先是绑架工会主席高秀莲 逼他们答应 再是放火威胁所有电机厂的人 逼他们离开 其实聂宝华盯上电机厂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 他为何迟迟没有动手 赵刚难道就没有想到其中的缘由吗 聂宝华当然是自由打算 因为他就是从电机厂出来的 最是了解电机厂的人 了解他们吃软不吃硬的性子 清楚他们对电机厂的感情 所以 欲速则不达 聂宝华是在挨勒受冻的贫苦环境下长大的 从小就认清了世间冷暖 他深安人性 最懂收买人心 所以聂宝华打算先做那些老工人的思想工作 慢慢渗透 只有先收买了人心 才能征服人和场子 聂宝华深知的一点是 陈友贵是电机厂元老级别的人物 虽然只是一个保卫科科长 但是德高望重 电机厂的人都听他的 只要能够说服他 收购就只是早晚的事 聂宝华本来就在卫卫国平 不肯帮他约见陈友贵而焦头烂额 赵刚偏偏在这个时候放了一把火 嫁祸给聂宝华 其实倒也可以顺水推舟 既然电机厂的人以为是聂宝华放火威胁他们 那么聂宝华就趁热打铁 听从赵士杰的提议 让工人们签字画压 聂宝华偏布 非要以报纸报揪出赵刚 这就是他跟其他涉黑大哥不一样的地方了 直到新的歌喉案出来后 电机厂的工人们恐慌不已 巴布的赶紧签字离开电机厂 既能保命 又能得到一笔赔偿金 多说一句 新歌喉案的凶手肯定跟赵士杰脱不了干系 就算不是他本人 也是跟他相关的人 因为急着霸占电机厂地提的是赵士杰 而赵士杰背后的靠山是他发改委的哥哥 他们比聂宝华更迫切地想要收购电机厂 所以他们不想看聂宝华在优楼寡断 而聂宝华又是他们的棋子 还有用 不能对他下手 只能对电机厂的人下手 推不住来 尽管如此 聂宝华仍在坚持着自我 就算目的达到了 他也不会像赵刚那样 只用暴力解决问题 他自有他杀人不见血的法子 三 赵刚心坏无脑 聂宝华心狠手辣成俯身脑子 是个好东西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脑子不够用的黑老大 走不到最后就会死得很惨 比如白江波和徐江 而脑子好使的黑老大 不笑到最后是不会下台的 比如太叔和高启强 赵刚和聂宝华亦是如此 一个人坏还菜 心狠无脑 一个又坏又狠 城府极深 赵刚的坏 是明晃晃 赤裸裸的 黄毛放火被抓 供出赵刚的手下后 警察来逮人 赵刚演得一出好戏 把警察耍得团团转 最后还杀人灭口除掉了手下 够狠的 难怪陈浩瀚气暗投暗 转身投奔了聂宝华 而赵刚的心有多坏 脑子就有多不好使 追杀聂宝华时 前面出现个土坑 一看就是刚挖好的 怎么就如此凑巧呢 赵刚还天真的以为是上天在帮他 给他找好了埋葬聂宝华的风水宝地 却没想过那是聂宝华社的陷阱 是故意把他引到这里的 赵刚死的是真窝囊 而真正扮猪吃老虎的人 也不是赵刚 而是聂宝华 聂宝华只是看起来仁慈了些 赵刚说的没错 聂宝华想成大事 又怕脏了自己的手 聂宝华怕脏手 不是因为他坏了自己的名声 更不是因为不够狠 而是他怕有把柄落到别人手上 怕警方搜集到逮捕他的证据 借刀杀人 把自己包得一干二净 还用麦踩来拉拢警察 用陷害来威胁魏国平 这就是聂宝华的聪明之处 其实聂宝华比赵刚更狠 心腹刀割为他而死 他却没有一点惋惜 也没有什么后葬仪式 而是找人把他石沉大海 以防警察查到他 还有放走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宝利 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杀钓保利前再利用一把 除掉赵刚后 把保利和司机一起活埋 试问谁有他狠 就连妹妹聂小宇坠江 生死未卜 都没见聂宝华着急过 他还总是利用妹妹拉拢魏国平 看似对妹妹深情的聂宝华 其实最是狠心凉薄 赵刚的坏 人尽皆知 他的蠢 更是在拉拢警察的弟弟陈浩瀚时 就暴露无疑了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赵刚在聂宝华面前就是透明的 而聂宝华的心机 谁都猜不透 这也就注定了赵刚到死 都斗不过聂宝华 你大哥永远是你大哥 聂宝华算是向赵刚 证明了这句话 赵刚死有余辜 死在聂宝华手上 也是黑吃黑的必然结果 而聂宝华也终有福法的那一天 聂宝华也终有福法的那一天 请不吩咐 感谢观看